苹果手机千千万 哪款选择最刮算 今天的话就来讲一讲2000到4000元档位 高端人士都在用的苹果手机 本期视频的话可能会触及一些同行的利益 赶紧点赞收藏起来 不然一会找不到了 第一款的话就是iPhone 11 Pro 256G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大概是在2500左右 很多同行还在出2800 2900 但是在小杨这里 仅需要2699X3的仿生处理器 5.8英寸小巧的机身 无线钢中方加上磨砂玻璃背板的设计 质感的话也是直接拉满 第二款的话就是iPhone 12 Pro了 首款5G的苹果小屏机舰 6.1英寸更高清的OLED显示屏 摸去圆润的中框带来的是更加硬朗的直角 看上去的话更加高端 目前128我们市场拿货行情的话是3100 小样的话就加个跑腿费吧 3299元出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再来看一下同行都是3600 3800都有 当然执着于大屏的12PM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2 Pro的放导版 但是6.7英寸屏幕的显示面积 看个文件开个视频会议都非常的合适 重点是它的价格 目前12 Pro Max的话 128G拿货是3500 3600 那么在想上这里3799就能入手 相比之前的话 12 Pro Max和12 Pro大概有1000的差价 现在还有一个啥呢 至于第四款的话 必然是真相的iPhone 13了 像市场的iPhone 13已经跌到了3000元 很多同行还在出4100 4200 最低的也要4000打底 但是今天在想上这里 今天仅需要3799就能入手 A15的防身处理器 性能依旧是目前主流旗舰的一个水平 因为低功耗的特性 再加上特别稳定的iOS 级别上是13 它的电池只有3000多毫安时 续航的话也能遥遥领先于同行 而且172克的轻薄机身 胜得很多白领女神的心欢 那么如果说你刚好要考虑一台二手机 又要性价比 同时又得要高端的话 四五月份确实是市场的淡季 现在入手的话确实也是不错的好手机 谢谢大家